我现在呢是在这云淡山的小寨宫 在昨天呢我们是去了红石峡 今天它这里呢是包含了三个经典 也就是为这个谭木峡 玄木峡 还有牛谷 这里呢水景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界呢我们来这里是刚刚好 山水称一色 在这里呢还有这前面 它是有好几处的这种小瀑布 在上面是架齐的窄桥 非常的漂亮 现在呢我们首先来到的就是为谭木峡 它这个峡谷呢也是有两千米长 在上面呢它还有这个派岩体 是非常陡峭 非常惊解 哇 在前面呢我们是已经看到这连绵的瀑布 在前面这块石头它像一个大大的树桃 但是呢看它上面的纹路还有这清潮 海水江崖的意思 在这里的景色它就像是走进画里一样 我们在一路攀爬 在这里处呢它也是唯一处经典部分 很多人呢是在这里细水 在这一处浅滩也成一处细水的地方 它这水呢这个非常清澈 呈这个绿色 并且呢在前面它这个瀑布是成一个挖子形 直接流下来 它这里所走山路呢也是沿着这个山市 七夕夫夫 忽上忽下 在这里所看的都是以这个水井为主 并且呢是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细水 这山呢它是有很多这造型独特大师 道路呢也是或宽或窄 在这里呢是由水流下来 是形成这个水泥 非常的漂亮 这前面这滩水它就像是特效做出来一样 这阳光撒在上面 非常鲜 这15比这看的还要好看 旁边呢就是悬崖栈道 在我们走上这旁边的山体栈道 这是仿佛仙境一样 我在这里呢是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它这里呢是坐到这一步一景 并且呢是井井不通 它水呢从前面流出来 在这里这一场仙弓一样 成一个碧绿的翡翠 在这一路走来 这水井山井都是可以看到 并且呢它这里的参与度是非常强 是有很多这细水的地方 它这里呢是一个叫喜宴之的景点 旁边呢有瀑布 现在我们是继续往上走 它这里所看到的山呢 和我们在其他地方 这看到是有些不同 它这个时候呢 像是被一层层切出来一样 现在我们是已经走到这峡谷的最里面 非常震撼 在这前面呢 它是有一个观景平台 在前面还有两侧 都是为悬崖峭壁 这山体呢也是特别的壮观 在这上方 它整个山市也是形成一个U形 在最里面的大峡谷 前面这里呢是全部峡 人呢也是非常多 它的全部峡呢也是以水井为主 毕竟呢它全长是有3000米 是比较长 但是呢它这里可以坐内部小交通 来这里 它往返车票呢是10人前 在道路一旁有一泉叫长生泉 由上而下而且是中年不干 从这山路上去呢也是非常险 要走好几个弯 我一张摄影到了这整个云台山 最大的一处瀑布 在这峡谷走到尽头 就是为云台天谱 它是整个中国 摄影着为全亚洲 最高的一处瀑布 它是从山顶上直接流下来 非常壮观 它整体的落差 也是达到了300多米 好几个弯